今天的這份報告 你們所謂的法規影響評估 你們的法規影響評估只有5頁 然後呢剛剛賴律師所講的 裡面完全沒有提到 那即使你們就說好 你們是為政策辯護好了 也應該把這些都列出來 然後告訴我們說這個不會有影響 但是連你們連這些東西 這些點連列都懶得列 還是你們連想都沒有想 所以你們這裡呢 裡面所寫的全部都在講說 好只要我們這個自由經濟示範區 通過之後就會創造就業的預期效益 然後呢裡面呢就是 一片大好的前景會增加1萬3千個人 那我不曉得這個 你的數字從哪裡跑出來的 那如果說好你這數字是有根據的 那你的根據也要在你的 這個今天這個你們是叫做法規影響評估 什麼叫做法規影響評估 不是做我們比賽 也不是政策說明 自由經濟示範區的主政單位是國發會 所以我們這個就會影響評估的數字基本上是引用國發會它所做的 那我們在勞動的部分 等一下 勞動的這個部分是全責是你們吧 這個評估是國發會做的 所以你們根本沒做 我們沒有針對這個部分說 因為我們沒有負責這個部分 OK 所以你們今天的報告只是一個政策說明 那管主委好像跟我昨天所得到的不一樣 你們昨天 你們的法協會的主任好像跟我們講說你們是收集各個部會 他們的法規的影響評估然後你們最後把它綜合 看來好像不是所有的部會都丟給你們 那你們能夠了解所有的部會喔 所以你們的意思就是說各個部會都 他們有提影響評估給你們嗎 有 大概就是今天 就是這個 那這個依照你們的專業 這個叫做法規影響評估嗎 還有一些落差不好意思 有些落差 所以不只是勞動部 教育部 我看所有的科技部 每一個部會所提的 都是這只有幾頁而已 不及格吧